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贝舍尔辞职为博物馆先前没有充分调查藏品流失事件承担责任 但文物失踪的丑闻引发了各国强烈的抗议 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文物 其中希腊是再次要求英国归还19世纪从希腊运走的文物 尼利亚等国也呼吁大英博物馆要归还被掠走的文物 紧接着中国官媒环球网在8月27日发布题为 社评请大英博物馆无偿归还中国文物的文章 称作为一个中国的媒体正式向大英博物馆提出要求 请把所有通过非正当渠道获取的中国文物 无偿归还中国 文章喊话大英博物馆不要再采取抵制拖延和敷衍态度 要先向全世界做出归还的公开承诺 并尽快启动这项早就该做的工作 环球时报的这个环球网的文章也说 在道义上支持其他曾经遭受英国劫掠的国家 比如印度、尼利亚、希腊等提出文物归还的诉求 呼吁英国政府在法律及相关程序上予以配合推动 指出这将是对英国是否真心诚意洗刷殖民污点 弥补历史罪责的一个考验和验证 文章说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多达800万件巨量藏品中 绝大部分来自英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 而且相当部分是通过非正当渠道得来 其中有约23000件来自中国的文物 包括辽三采、罗汉象、商周、青铜器、魏晋、石佛、金卷等中国国宝 大多都是当年英国趁人之威趁我打劫 直接从对中国制造劫难、趁机、劫掠或盗取得来 环球时环球网的这个形容大英博物馆为全球最大的脏物接收者 并声称声援全球其他国家提出同样的申请 该报更进一步发表了漫画讥讽大英博物馆的贼喊捉贼 这篇文章随后登上了中国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热搜榜榜首 不少中国的网民在评论中是表达支持 有一位来自山东的微博网民留言说 八国联军、清华战争就掠夺的中华瑰宝如数归还 另外一位来自微博的网民也留言呼应说 没有一个深爱祖国的中国人能从大英博物馆笑着走出来物归原主 但也有网民认为官方应该通过外交渠道沟通 媒体发布中文文章也只能赚取中文的流量达不到实质效果 而根据今日华尔街频道的观察 在微博上小红书等中国社交平台上出现了 在中国文物回家为主题的一些短视频作品 也是收获了一波流量 美国之音的一篇评论提到 有文物的收藏人士就说了 大英博物馆内的中国文物 多数合法取得的收藏或捐赠品 就算真有战乱时期的掠夺品 中国也不一定有权代表历代朝廷来追讨 这份评论还注意到 网上还流传了一则题为 逃出大英博物馆的短剧 剧中的是将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一个中国文物 拟人化为了一个玉壶经 描述他想家的心情 并逃出博物馆时 遇到一名中国男记者 不断要求他带他回家的过程 这引发了看者的热泪热议 对于环球网的追讨文物的主张 位于台北曾名列全球百大收藏家之列的 曹星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了 环石的诉求不合理 因为多数散至海外的中国文物都是中国人自己转手 卖出去的 而此信而逃过中共破坏文物的浩劫 并受到各大博物馆的珍藏和研究 他说 古代中国没改朝换代 就会以各种政治文化或信仰的理由来破坏前朝文物 中共在文革时期发动的破四旧运动 也是另一场文化浩劫 至于近代中国则是大量纺织文物 虽即可乱真 但把原作的优雅和含蓄美破坏殆尽 更让无数赝品消至海外 伤害中国古文物的价值 曹星成就说 中国以前古文物的价值一落千丈 这是非常严重的 可以说是文化的浩劫 所以我坚决反对 他们有这个民族主义的说法 作为一个中国文物的爱好者 一个收藏者 他认为 中国并没有资格收回这些文物 因为他对文物的破坏历史没有检讨 他那些大量的仿制伤害中国文物价值的事情 也没有检讨 完全是唯利是图讲意识形态的思维 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在2018年的报道 大英博物馆内的中国文物的馆藏 史自18世纪 英皇随行医师汉斯·斯隆 长达50年的百件个人收藏 还有英籍收藏家弗兰克斯的私人捐赠 另外也曾向英国军医安德森和德纪人士 维格纳夫人等人采购 而清朝灭亡之后 大量的中国宫廷文物是流向了国际市场 背后的推手包括古董商张敬江 吴秦斋和山中定次郎等人 在西方掀起了一波中国艺术考古热 此外大英博物馆也曾资助过几次的世界考古探险 比如英籍匈牙利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 一生完成过三次的中亚考古探险 81岁是于第四次的阿富汗考古途中 他和他其他几位考古学家 甚至数位热爱亚洲艺术的慈善家 都对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馆藏有所贡献 而其实在这一次环球网的文物声讨舆论中 颇为有点滑稽的可能是 有一批网络大V是批评环球网的文章 分散了日本排污的这个议题的公众注意力 比如这一位这个施伟老师就说 现在的重点进攻方向是日本英国抢占的文物 归还问题与日本排污问题相比 根本排不上号 环球时报搞的这个热搜话题 因此显得极为怪异 有分散火力为日本解困的嫌疑 那即便你真的关心文物 难道日本抢我们的文物不多吗 所以我认为这个话题不是个东西 你们就是处理一下胡锡进的账号 那都算干了件正事 有人呢就进行了一番梳理 发现在微信公众号里的文章 以及这个微博里的词条 看到不下百条是指责环球网 帮日本人转移视线的消息 有人就提到 这个讽刺的是 这些指责环球网的人呢 恰恰就是此前在大部分的中国社会事件 国际事件中都认同环球网观点的同一批人 最后关于环球网这个声讨文物的话题 有个评论 我觉得最好玩 也分享给大家 有人就说 这个是下次文革没东西砸了 那需要大英博物馆贡献一些战略储备 有人还接着说 中肯毕竟真的老咕咚和造假出来的假咕咚 砸起来手感不一样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六度的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 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